嘿,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快速进入主题 一起来看看最近Switch上又发生了哪些新鲜事吧 首先是将于北京时间9月5号早上6点举行的烟烟堂9月直面会 根据官方直播页面的介绍 将包含宝可梦剑盾和路易记鬼屋3的相关内容 不过值得一期的是 这次直面会时长达到了40分钟 相信除了这两款今年年底即将发售的作品 可能还会有一些别的游戏也会在这次直面会里出现 比如说很多玩家对我在期待的 目前也只看到了logo的两个游戏 银河战士4和猎天使魔女3 另外前一阵子在亚马逊上架的守望先锋NS主题包 似乎也预示着直面会可能会有什么惊喜在等着我们 毕竟暗黑3已经有了 再来个屁股也不是不可能 当然除了这些 也许大家最关心的可能还是塞尔达传说新作 能否有更多的内容展示 我们也只能等到明天 看看这40分钟的时长是不是干活满满了 然后就是像素风横版国关游戏 铲子骑士的中文将会在12月迎来更新 届时游戏的全新DLC卡牌之王和铲子骑士的乱斗游戏 一决胜负也将同步上线 此外铲子骑士的新作铲子骑士挖掘 也将决定在未来发售 从宣传片来看 游戏从原本8bit的像素风格变成了更加精细的高清画面 似乎增加了纵向钻地的玩法 不得不说 这回真的是 是男人就下100层了 紧接着就是上个月30号刚刚发售的雨中冒险2 TPS加Rogelike的玩法 配合上经典的地牢多人探索的设定 从游戏本身来说 的确值得一试 但是据已购买的玩家反应 该游戏对Switch平台并没有进行太多针对性的优化 也不支持体感操控 另外再考虑到 奥福194块稍高的定价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根据自己的偏好 和对游戏优化以及操控的包容度 再来决定是否购买 最后就是昨天凌晨刚从美区解锁的火炬之光2 在之前的视频中也是有多次提到 如果你暗黑三玩腻了 又很喜欢刷的话 还是可以尝试一下的 游戏支持全区中文 墨西哥服139块 而且具已购入的玩家反应 游戏优化还是非常不错的 虽然存在一些小bug 但应该修复补丁也很快就会跟上 总的来说算是一款 非常值得一试的刷子游戏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一期简单的视频 到底就结束了 就让我们一起期待明天的直面会吧 看看会有什么猛料 如果你喜欢的话 不妨给我点一个顶顺帮关注我的频道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